亞美尼亞邊境民眾一擁而上 發送麵包和水給來自納卡的難民 亞塞拜然上週轟炸納卡後 街頭排起長達100公里的長長車籠 當地住有12萬名亞美尼亞裔平民 展開大逃亡 截至週三 亞美尼亞稱 以收容超過5萬人 亞美尼亞防長說 正在評估如何協助納卡民眾 當地記者也不願離開 因為很多人根本走不了 擔心亞塞拜然秋後算賬 民眾爭先恐后逃離家園 亞塞拜然真心表示 納卡分離主義領袖瓦丹洋 在逃亡途中被捕拘留中 然而這場衝突遭殃的還是亞美尼亞平民 亞美尼亞人怪罪協助維和的俄羅斯 據報甚至連俄軍維和副司令都遭到亞塞拜然誤殺 這回美國也趁機捕刀 凸顯雙亞衝突中 大國背後角力依舊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